上周大盘下跌了326点 我们不断跟大家强调 国际股市多头不变 台股不可能会独自走空 今天台股果然上涨了23点 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讯号 现阶段操作难度比较高 大家操作更要有纪律 更要有规划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提财后正规 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昨天周报提醒大家的 华指 瑞扬 宏基资讯 涨停 就是最好的范例 究竟什么是先提财后正规 旁边上还有哪些股票 是你一定要留意的 千万不要做过今天的节目 投资握力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我想有持续看我们节目的投资朋友都知道 上星期老师去参加一场三铁 那我觉得每次我参加三铁 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且这些故事我认为对于大家的投资 都是相当有帮助的 那我先讲一下游泳的部分 因为三铁就是游泳骑车加跑步嘛 那对于游泳的部分 其实我是在五年前 五年前那个时候才开始学游泳 我以前是不会游泳 因为我个子比较高 从小我一下水啊 那游泳池最多就是160 170 那我小学六年级就已经172公分了 基本上我站在水里啊 头就出来了 所以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学游泳 在五年前啊 因缘忌讳就觉得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 然后呢我就开始学游泳 那学完游泳的时候就不小心 被个朋友推坑去 去跑了个三铁 那那时候我也非常有自信 因为我就觉得游泳 那时候游的三铁只有750公尺 我随便下水游泳池一游 至少都1000公尺以上 所以我就觉得游泳应该没问题 我说不定的拼一下可以上凸台 结果大家知道吗 没想到一件事情 没想到的就是我一下水就开始害怕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就有点像是 我觉得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你是纸上操作跟实际上用真金白银投钱投下去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游泳池大部分游泳池就顶多就是150 106 1007 180 大概就是大概这样的高度 但是你要想想看 一下去那个开放水域 大家一起在游的时候 还有那种开放水域是看不到边境的 你会觉得你会不会就踩不到底你就淹死了 所以你会非常害怕我一下水大概不用说 不要说700公尺啊 我大概30公尺20公尺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闯不过去 开始去找救生员那救生员呢 就给我一个鱼雷浮标 那我就很想巴的那个鱼雷浮标 我说你这可不可以借我用 他说不行我还去找其他人 你去那边浮台休息好了 后来那一次第一次我2019年参加那一次三铁 我就上了浮台 上了浮台之后我就在那边想 哇我练了那么久 那如果说没有游玩啊 会不会很有效 他想着想着觉得 哎还是逼自己把他给游完 终于还是游完 最后整个三铁赛事也是完成 就是因为只有游泳 让大家觉得会比较担心 比较有生命危险嘛 所以后来每一次啊 我对于游泳其实都会 比较担心比较害怕 只要一下水都会先害怕一下 每一次都是这样 那当然了有这样的状况 我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缺点 所以我就会不断帮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所以我在那一次游完了三铁那一次 就是2019年那一次之后呢 我就开始试着自己就是不断的增进自己的勇气 或者是增加自己对于深度的感觉 就是比较不要让自己那么害怕那个深度 所以我后来又去那个台北的松山运动中心 考那个深水证 那那个松山运动中心的游泳池有什么特别 它是最深最深是五公尺深 所以五公尺深五公尺深 它是可以跳水的耶 所以呢我就开始在松山运动中心这样子游游游游游 从游过以后就开始 每一次呢我在我的三铁比赛上面啊 虽然说我已经游过 但是总是游泳还是会出了一些状况 那大家知道这一次的游泳又出了什么状况 讲起来也蛮好笑的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一次呢其实我是有穿那个防寒衣的 所以这次我那时候我就想说 如果一下水啊 我的心里又出现负面的讯息 又出现了一个小恶魔 在让我害怕的时候呢 我就什么 我就先游个仰视 好所以这次也一样啊 我在星期五下午 飞到台东之后 我其实有先试游 星期六一大早 七点五十一下水 我又开始一下水就开始转不过气 转不过气 然后怎么样游都不行 那我心里就告诉我自己 没关系我就先游个仰视 好我就开始啊 一下水大概两公尺吧 我就游了仰视 就这样游飘浮飘浮游游游游游游 大概我觉得大概只有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吧 就突然有一个救生员啊游过来跟我说什么 他知道吗 他说先生 我们大会啊是不反对你游仰视啊 但是呢你再游下去啊你会上岸 什么意思 就是我游错边了 大会是要往前的 我是游侧边的 我是游到侧边的 我再游下去会侧边上岸了 那他刚好讲完之后呢 哦我也差不多休息完 休息完之后呢 我又开始继续呢往前可以 因为我就已经比较没那么害怕 就比较不喘了 然后我就开始就可以继续游我的自由式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往前一直游 一直游 那就不会害怕 因为我心里状况已经克服了 克服了之后就不断的往前游往前游 你会发现啊 其实我游的速度还蛮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次啊我三铁游泳的成绩哦 你看就知道了 我们游泳我1.9公里 就是1900公尺嘛 1900公尺我游了50 游了50我还先仰视 让大家的两分钟 让大家两分钟 我排名还可以在一半以上 那也就是说我不是 不要说我让 那是我心里的障碍 我必须要让的 你看我还是游了一半以上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如果每个人啊 只要你能有办法克服自己 你不断的努力 你还是可以完成这场赛事 但如果你在当下你觉得很害怕 你就求救了 你就上岸了 那你就不可能游完这个泳 你也不可能跑完这个三铁 那讲了那么多 大家觉得老师你老师讲三铁 跟投资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我真的觉得啊 投资即生活 生活即投资 其实投资也是不断的挑战自我 大家想想看哦 最近的大盘的行情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觉得 老师好惨哦 收股票都在跌 那在这样的跌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都知道 要逢低买进 逢高卖出 现在上个星期 我想请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上个星期台股跌了326点 你的心里 是站在买方 还是说你都砍掉砍掉砍掉 停损停损再停损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现在的大盘不是一个空房 那你要像我一样 有没有 像我 我就是虽然说我很怕开放水域 但是我还是愿意去面对 我还是会想尽办法去解决它 这也就是我跟其他老师 哪里不一样 你会发现其他老师 每天都跟你在讲 涨停板涨停板涨停板的股票 上个星期台股跌了300多点 还是每天在跟你讲涨停板的股票 对你的投资 对你的绩效 真的有帮助吗 没有啊 你要知道的是 到底哪一些该换 哪一些不该换 现在的大盘到底是多还是空 这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 这就是因为我呢 我就是不断的挑战自己 我就是有那种毅力 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想尽办法帮我的会员朋友们赚到钱 真的不对 我们再来换股 但是如果没有不对 为什么要白白停损 你会发现很多教技术分析的人 教你教到最后 只有教其实啊 你都不用听了 就教你两个字就可以解决了啦 叫做停损 停损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动不动就停损 动不动就停损 对 没错 你不会大输 你不会大输 但是啊累积起来 我相信你也会输的很多 每次都小赔 每次小赔 每次小赔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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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四次五次 你会赔多少 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大盘整体的状况 根本就没有那么差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 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过 从国际股市来看 你看先从国际股市来看 国际股市的话 你看这是现在5点28分 巴黎指数 就是法国巴黎嘛 还准备再创新高 那就是说国际股市都表现的还不错 你看这德国指数也准备再创新高 道琼指数 跌破新低了吗 也没有啊 道琼指数没有跌破新低 维持在高 高档震荡 也是准备要再创新高啦 所以全球股市都没有走空 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会走空呢 有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什么 修正啊 这绝对是一个修正啊 那最近 我不是有拿出这个 康贝特 有没有 康贝特跟大家分享 我说台股是什么 康贝特 广告台词是什么 喝了再上 喝了再上 有没有 我这个标题都写给大家 喝了再上啊 我今天有那个粉丝朋友跟我讲说 老师 你到底是演员还是分析师啊 不好意思 我两个都是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 我常在我们节目增加一些道具啊 我是希望大家对于现在的盘思啊 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你要有深刻的印象你才知道现在要怎么操作 所以现在台股 就是喝了再上 你不要 只看技术面去做操作 如果你只看技术面去做操作的话 你看一下啊 比如说像日经指数 你只看技术面 好 日经指数你看到这边 你有没有觉得被撞起啊 死掉了 没救 好 你看这一路往下跌 停损 太好了 你停损他涨上来了 有没有 停损他又涨上来了 所以你要了解现在的大方向 是多还是空 你只看技术面 你会有问题啊 你会白白的停损啊 又或者是上星期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台半 你看如果说你光光看这样的技术线星 跌破颈线 颈线是不是在这里 颈线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里是不是被跌破 跌破之后 没救了 赶快停损赶快停损 然后停损呢 在你停在这边的最低点 然后这边你可能再停一次 因为分批停嘛 技术分析不是都叫你分批停 停损以后 你分了两次停损之后 你看又涨上去了 那你这些股票不是 白出了吗 真的是白白的出了耶 好再来 很多例子 技术分析失败的例子很多啊 你看南电 南电涨到这边 以这样的现阶段来看 颈线在哪里 我相信 所有学过技术分析的投资朋友 都画了出来 颈线啊很简单 前波低点在这边 那这边跌破了 来这边跌破了怎么办 这边跌破了有没有救 停损 停损 又停损 又停损 好可怜 捡一只输 你看停损后来 是不是又涨回来了 是不是白出了 是不是白白的出了 是吧 好 那再看一个例子 熊丝 熊丝也是啊 熊丝你看一下 这里 颈线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颈线 来我们画一下颈线哦 颈线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又跌破 颈线跌破之后 凉起死定了 你看你这边如果停损 没错 你这边开心了一下 但后续呢 是不是又涨回来了 你是不是白白的停损 所以投资股票 你真的不能只看技术面 你只看技术面 会有很大的盲点 所以我们已经从 就是大盘的 国际股市跟大家分享 从筹码面跟大家分享 从全职股 我说台积电 也跟大家分享 我说目前看起来 就是一个修正 那修正的状况呢 你不要乱出股票 有些股票可以留 有些股票是不能留 但单独你不知道的话 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做操作 那现阶段要怎么操作呢 我刚讲了嘛 那个 你就是要 先怎样操作 先去找 找族群 我们可以看到 现阶段 如果说大盘向下跌到这边 那我们就是视为是暂时上不去 就是一个修正阶段 那在这个修正阶段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走势是比较弱一点点的 所以台积电又回撤前波的颈线 那既然他已经回撤前波的颈线 他要出现V型反转的几率 坦白说不高 他后续是震荡走高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 比较大的资金都在观望 那大部分大资金都在观望的话 这时候你要操作 要怎么操作 那你就先规划好大盘 你看一下大盘 我估计因为台积电 没有办法V型反转的话 大盘也会持续的先震荡 之后再挑战新高 所以这分两阶段操作 所以先阶段就是在一个震荡阶段 那在震荡阶段要怎么操作呢 我建议大家 先题材后正规 什么叫做先题材后正规 先去操作 股本比较小 股价比较高 或者是筹码比较小 有题材的股票 有题材股票 比较不会受到大盘的影响 那什么叫做后正规 有题材股票 他会先继续的往上涨 那正规均呢 先QK一下 你可以部分资金 先去慢慢的布局 这正规均有 有基本面 机优的股票 最后一定会 涨回来 所以呢 你就先题材后正规 你要先去求什么 短线上有题材的股票 股本不要太大的 才不会受到大盘的影响 然后呢 后面再去操作正规均 那再来呢 如果真的冲上去了以后呢 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冲上去以后呢 你就要重正规 轻题材 什么叫重正规 正规均就是筹码健康 基本面好的股票 你开始要慢慢重视 然后呢 慢慢有些题材股票 可能涨多了 你就要开始留意 要获利了解 所以这一波呢 我建议大家要先找 有题材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周报 昨天的周报有没有 老师你周报都在 都在写你的三帖啦 来我周报三帖 也跟投资有关系哦 大家要仔细看清楚 好不好 那我们有空 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再跟大家讲 另外一段故事 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 游泳的故事 游泳就是游游 有那救生员跑来跟我讲说 我不反对你有仰视 但是呢 你要游对方向啊 我不反对你做空 但是呢 请你真的走空了 你再来做吧 是不是一样 好那时候 我们昨天啊 只跟大家讲几档股票 真的 就几档哎 我们就讲很多了 我已经尽力 把它锁定在哪里 有题材的股票 好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股票 有题材值得大家留意的 我说什么 碳交易所 因为台湾要正式成立 碳交易所 预计就在年中 所以碳交易所 就是受费的股票 包含哪些 华子 农林 正龙 永丰鱼 对不对 这都值得大家留意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华子 农林 农林啊 正龙跟永丰鱼 这几档股票 你看一下哦 这几档股票 有没有够强 华子 华子有没有涨停 漂亮吗 涨停 农林 老师没涨停 没涨停 是不是有涨 有涨吧 而且是持续的收盘价 再创新高 你还说不中股票 不强吗 在正龙 正龙涨几% 涨了6.9% 今天也是挑战涨停板 再来永丰鱼 今天也是涨几% 涨了4% 够强势吧 有得派吗 有派吗 这不就是你要的股票吗 你看一下华子 涨停 有没有昨天讲过 农林 收盘价 再创新高 正龙 不只是收盘价 再创新高 也是一度在挑战涨停板 永丰鱼 也是涨了3.9% 再来 我昨天 讲了这四档股票之外 还有讲哪几档 有题材的股票 来 CheckGPT 我说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我们其实也提醒过大家了 资讯服务 AI的股票已经涨到资讯服务了 你可以留意哪一些 瑞扬 瑞扬还有什么 宏基资讯 我就跟你讲这两档 我就跟你讲这两档 然后呢 这两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股价的部分 瑞扬 涨停 有没有 涨停 来宏基资讯 也是涨停了 对吧 好所以呢 你看这就是我讲的 你现阶段的大盘的修正的过程当中 你要先重视 有题材的股票 之后呢 慢慢去投资正规均 这就是现阶段操作的策略 等到大盘向上 要挑战万六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可以把所有资金全部集中在哪里 正规均 有基本面 有题材 有未来性的股票 好所以现阶段 题材为主 题材 我最大 下次我们就办个女装了 题材我最大 你就知道女人我最大 你就知道什么 女装还是算了 不要吓人好了 好所以呢 你看一下我们 我们给大家周报 够不够精准 六档股票 六档股票 三档股票涨停 所以你还能不加入我们的 LINE频道吗 所以还没加入的 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箱 去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账号 如果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请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那刚刚讲过了 现在操作策略 你要先中题材后中 正规军的 那正规军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正规军其实像车用 其实表现也还不错 但他不会像有题材股票 标不停 标不停 好所以你看一下正规军中华 中华育龙 都其实还讲 你看育龙这一波只是小小的修正 那修正过后 其实修正幅度很小 修正幅度很小还站在前波的一个压力线 80块附近 前波的压力线是不是在这边80块附近 所以还站得蛮稳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80块不跌 说明 也有可能是新的进场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华的部分 其实表现也是蛮强的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正规军的部分 车用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毕竟很多欧洲国家 像台湾也是规定 2035年慢慢 就要把所有所有的燃油车给淘汰 要换成电动车 所以车用的市场还是非常庞大 所以我也帮大家选了三档主流标风股 让大家飙一下 那因为最近大盘本来 本来就是预计会突破 结果没有突破 变成修正格局 所以这些股票呢 可能就是缓步向上电高 但是即使缓步向上电高 但什么时候会发动 坦白说啊 也没有人能完全可以告诉你说 民国几年 几时几分 它会发动 我们分析师不是算命师 我只能跟你讲趋势 趋势还是向上的 比如说我上次 上两集的节目已经跟大家讲过 轻松风跟刮台风 我们还有一档龙卷风 龙卷风的部分今天你看 已经慢慢向上了哦 已经突破了 上个星期五的收盘价 它做什么 车用晶片不缺 塞港的问题结束了 它是什么 高 高价 对不起这是价 不是驾驶的价是价格的价高价 这个是高价车 高价车 它是专门布局高价车的高价车 价格的价 这样可以吗 这样懂 高价车 它是布局高价车 那高价车呢 其实市场 其实不会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大家想看 郭台铭要买车 会受到景气影响吗 不会 所以高价车的市场还是非常旺 好所以这张股 股票龙卷峰啊 你看一下它的 营收就知道了 它的营收呢 持续的向上成长 这样看得出来吧 现在三月份的营收 已经再创新高了 那你去看一下它的每股盈余的部分 也是不断的挑战新高 你说这种股票还不好吗 所以今天呢 已经率先向上准备要再创新高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啊 车用题材啊 车用题材呢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好像正规军要稍微休息一下 但正规军休息完之后 它喝了再上 你会赚更多 只是短线上 你可以先去布局一些 有题材的股票 那有题材的股票包含什么 我刚刚讲的探交易所 还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军工类股 这一波大盘在修正 你会发现 跌幅真的不大 跌幅真的不大 所以呢 你会看到现在的新闻 全球国防预算都大增了 在创历史的新高 你看哦 全球国际支出啊 全球去年国际支出 持续成长3.7% 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国防预算不断的不断的在增加 国防预算不断的增加 你看俄罗斯增加9.2 那当然了 俄罗斯在打仗嘛 那其他国家我认为啊 你大概增加2%到3%之间不等 GDP有很多耶 好所以全球都在增加 那就是军事预算 军事预算 那5月份有美国很多军火商 要来台湾做参访 那美国军火商来台湾 当然第一个目的是什么 卖台湾武器嘛 第二个 你要卖台湾武器 也可以点面子吧 我们的供应商下点单嘛 所以我们相关的航太军工的供应商 那绝对有机会受惠了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提醒军工概念 我们哪一些 就是JPP 汉翔 陈田 祝隆 保一 长 航太 你看一下汉翔的部分 汉翔可以说这波是完全没跌 稳稳的守在55块的整数关卡之上 你看这个55块完全都没有跌破 55块守得非常稳定 完全没有被跌破 而且修正幅度非常的小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保一的部分 保一一样修正幅度蛮小的 他之前也是相对的非常的强势 涨了两根涨停板 那再来查诺航太也是一样 查诺航太之前也是涨了一根涨停板之后 稍微修正一下 那陈田的部分呢 现在呢守在前坡的缺口 现在守在这个缺口附近 这个缺口只要没有跌破 多头格局其实也没有改变 那再来还有什么 祝隆 祝隆的部分也是航太相关的类股 他其实他的单很多 第一个主要客户包含了汉翔 汉翔就是他主要客户 大家想想台湾的国防预算要增加 最直接受惠的其实是汉翔 汉翔他跟国家根本就是 就是你听到他名字就知道汉翔是国家国防部切出来的一个私人公司 国防部占比是非常大的 那祝隆呢他是汉翔的供应商 当然会相对受惠啊 好所以我觉得祝隆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在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啊 你看我们去挑战三铁嘛 就是不断的挑战自我 这次呢其实我也发生了蛮多的故事 刚刚跟大家讲的以外 其实我这次挑战的距离啊 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 是Double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上次是我以前啊都只有跑游泳1.5K 骑脚车40K 跑步是10K 那俗称距离啦 叫做515啊 就是你总共跑的距离是51.5 我这一次升级到113啊 距离更长 那游泳的话就要1.9 那骑脚车呢90K 跑步呢21K 那为什么一次跟大家讲啊 我就不断的挑战自己 我就是不断的坚持挑战自己 然后帮助自己 帮助会员 创造不一样的人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白手起架 你看一下 我们不断的挑战自己 这一次呢 我去台东嘛 那时候蛮开心 你看我在机场照一个像 然后这小飞机排去台东的 那当天我知道星期五啊 盘式很不好 我还是发了文 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还有就是早上也是有发文给大家嘛 我还是心系的大家跟大家分享说 现在的状况 你看那一天在台东的航空站 台空还不是 还不是机场 他就是航空站耶 游过小的 你看这是在空中的照片 我在空中睡不着觉 一直在想 大家会不会不小心停顺呢 真的不要停了 不要乱停了 好那隔一天呢 你看我终于完成了三项赛事 这边有没有上来的时候 我先仰飘了一下 但是我还是游完了 好游完之后骑脚车 其实成绩我还蛮满意的 脚踏车跟那个跑步的成绩 跑步应该说脚踏车跟游泳的成绩 我都还蛮满意的 最后跑步有点出状况啊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明天再跟大家分享说 跑步 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 今天有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样呢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社会上啊 如果你要出人头顶 你要成功 绝对都是雇佣者 雇佣者就是都是孤独的 你要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面对各种的批评 各种的利空 就好像股票一样 你投资下去有很多利空 然后呢 然后你就害怕 然后你就出场 你就发现你就出错了 好这一次呢 你会发现 不管是投资股票 还是做生意 做老板都一样 坚持的人 才能赢到最后 你看一下啊 在2014年的时候 三阳啊 有市场派跟公司派的竞争 那时候市场派就是吴清源啊 吴清源的 吴清源就为主啊 那吴清源的话 他现在是三阳的董事长 那在2014年的时候 才把那个原来的公司派 给就是叫做 翻转下来 变成他去做经营 那他为什么要去做经营呢 其实他本身呢 也是这样 他本来就是做房地产业的 他做房地产业呢 他去投资了个三阳 投资三阳之后呢 他发现 三阳好像公司内部 就是经营有点状况 然后可是他又投资的部位 又蛮大的 然后他就想说 那既然没有办法改变 那他就干脆直接进驻好了 他就直接想要入主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联合什么 联合了 就三阳创办人的第二代 张宏佳 还有维格等外部大股东啊 一起啊 取得了最后的经营权 那当然了市场派要取得经营权啊 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就是你以前是做那个房地产的 你就是看上三阳有一些房地产 你就是想要去 孝想他们的房地产土地之类的 没想到 他还真的非常用心的去做经营 他一上任啊 他就因为他也不懂啊 对汽车产业 对 那不叫汽车 那就机车 对机车产业他也不是很懂啊 他立刻就推了一个三年的计划 目标 三阳啊 要再就是重返以前的光荣 以前的荣耀就是销售冠军 那时候三阳其实已经排名很后面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大家就在笑他 你会发现大家都在笑你 你越要坚持 大家都跟你讲说要做空的时候 你越要坚持 同样的道理 你看一下 他直接抛出一个三年的计划 就说他要超越 结果呢 大家都在笑他 没关系 他就认真的继续做下去 结果你知道他的成绩有多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2020年哦 全台湾机车挂牌的数量 是往下的 从103万 降到了73万 可是你会发现很恐怖哦 三阳的机车销售量是一路往上的 也就说大家在衰退的时候 三阳的销售量是逆势突围 持续的向上 这不就是坚持 这不就是毅力的考验吗 对不对 而且不放弃 而且敢做梦 告诉你愿景 告诉你方向 再来看一下 吴清源最后入主之后 还油亏转赢 也变赚钱了 那既然油亏转赢 你说这种股票 标不标 标啊 你看 最近从40块涨到55块 够强悍了吧 这就是我讲的 你投资级人生 生活级 对不起 不是投资级人生 是生活级投资啊 对不对 投资级生活 你要从生活当中 找寻你投资的方向 三洋 机车 大家都看得到吧 但是你不敢想象 你不知道 对方 你不知道 现在的经营者 是多么的用心 在经营三洋这一块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为什么 在节目一开始 跟大家讲 你投资股票 不能只看 技术面 除了技术面之外 经营阶层 也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呢 大家不知道 认不认识 卢明光 刚刚讲了 吴清源嘛 卢明光也是 过去来讲 他就是小公司 慢慢一直并购并购 并得好多公司都好大 而且呢 他并购的公司都 狂飙 所以有这种 经营人 有这种非常强大的经营人 非常厉害的经营人 进出的公司 当然值得你进场去做投资 比如说像 卢明光接触的 并购的公司 比如说 那样环球金刚成立 小小的公司 一直并购 越并越大 从400块一路涨到最高900块 够强了吧 蓬城 从96块一路涨到 200多块 够强了吧 两倍三倍 那不要说 他自己经营的公司 什么环球金 蓬城这种 他自己经营的 他大同 他光是啊 那时候大同 请他入住当董事长 都大标了一段 这就是市场对什么 对卢明光的认同度 所以卢明光 他有这种认同度 有这种经营能力 市场就非常买单 就带动股价 一次的向上 所以我们回推回来 回推回来 大家想想看 生活及投资 投资及生活 那现在呢 你会发现 现在最夯的不就是吴清源吗 吴清源 因为刚卢明光已经退休 吴清源入主了三洋之后 哇市场对他 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之后呢 大家想看 他入住的公司 会不会起涨 所以最近有一档股票 也是一样 是他入住的公司 他决定 决心要去改变一切的公司 这大公司呢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大家留意的 而且你会发现 过去要讲 他营收真的不好 他营收不好 现在的慢慢成长当中 现在已经逐渐慢慢成长 你看三月份的营收 已经年增11%了 三月份的营收年增11% 未来呢 未来只要他持续的努力 而且市场会买单 就如同 如明光 进驻大同一样 那吴清源进驻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绝对有机会 跟着向上 所以呢 如果你现阶段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投资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投资 有题材 即将上涨 短线上 有机会的股票 跟着我们一起去做操作 如果你错过了我们 像昨天写的股票 涨停板 都没有跟到 没关系 你可以跟着我们的下一档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大家 可以直接加入我的Line 打开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搜寻关键字 小鼠GD1788 就可以看到了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大家 可以打电话 接下来直接跟我们询问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立则麸